我現在是一個午後來一杯咖啡 我好清楚的記得我對咖啡的渴望是什麼 吃一口的那個滿足的感覺 我好久沒有了 然後一起床就有點想吐算了 然後大家說孕婦不要吃皮蛋 然後我都很想說 那不是孕婦要吃的 大家都很不在乎 就是 哈囉 歡迎大家來自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牠是完帥 為什麼牠今天已經做得這麼完美了 我看到很想跟我們一起拍片的時候 我就順便介紹牠 好好好 對不對 你要拍片啊 每次開始拍這台在架設 狗就已經做好了 光側光 可是妳膚色跟我們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懷孕前跟懷孕後 大家對我的差別待遇 有一些部分就是包含了一些 關於孕婦的一些迷思 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孕婦不能吃不能做 一些諸如此類的關心啦 看下去 第一個大部分就是 跟吃有關係 我自己啦 會跟大家分享 最近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這是我最近很大的體悟 就是身體的變化口味的變化 你感受很強 很想講 之前我在影片裡面有跟大家分享說 很想吃香蕉 在美國的時候 我就最快要跟妳說我要吃香蕉 我們還立刻去超市買 可是因為太零食去買 所以香蕉是綠色的 我懷孕前喜歡吃的香蕉是熟的 我才覺得那最好吃 可是那一天我看的那個香蕉 微綠而已 就是有一種輕輕的味道 我本來想等 後來不等 我說我一定要 現在就把它吃掉 他還幫我把香蕉給剝了 對 讓它打不開 因為那皮太硬了 然後那個故事其實是想分享說 我對香蕉有多麼的渴望 因為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的香蕉 我當天就是還是要把它吃掉 不管了 我男生吃過最好吃的香蕉 小當家的音樂是不是在背後響起 扇子全部打開 美味 接下來因為我們分享的這件事情 有人說 孕婦不是不能吃香蕉嗎 我們去問醫生 包含不管是美國的醫生 還是台灣 我們參見的林醫師 他們都說 孕婦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關於香蕉這件事情 他們說 可以吃 但通常我們對於這個疑問 我們都會反問他們說 喔 誰說的 很多人他們就是 知道 好像不能吃香蕉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 醫生跟我們說可以 所以我們就會問他說 誰說不行 或是說 你聽誰說的 他們就說 喔 家裡老人說的啊 或者是說 依稀記的 有人這樣跟他說 就可能家人朋友之類的 這種關係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有點微困擾 我自己有上網查過 孕婦不能吃哪些東西 當然每次其實 有人如果跟我說 欸不是不能吃這個嗎 我都會再查一次 然後只要我查到 人家說可以吃的時候 我那個火氣 有時候就會上來 我就很想吃 為什麼不讓我吃 我能吃的東西就沒多少 吃什麼都想透 我要強調 我能吃的東西 真的沒多少 很想吃 可是我的胃又跟不上 我還是在吃上面有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饒過一下孕婦 她自己已經每天跟身體在奮鬥了 終於有她真的很想吃的東西 就讓她去吃 不要去破壞她的好心情 感謝大家 深深的一舉狂 而且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都會定期做餐廳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其實都會直接問醫生 那醫生也會給予我們 他的 專業的解答 來下一個 不能吃的反面 就是有人會說 什麼要多吃 當然我們很幸運沒有遇到說什麼 啊你多喝牛奶或豆漿 小孩會很白 或者說你吃醬油小孩很黑 這個是沒有人跟我們說 還好 真的還好 但有人說 多吃水梨 Baby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皮膚才會白啊 細緻 那多吃水梨有幫助小孩變白嗎 小孩變白 可能要看你們兩個的基因比較重要 這是不是白人嗎 應該很白 對啊 這個可能跟你吃水梨 什麼醬油水梨的好不好 為什麼都沒有人關心孕婦 想吃以及不想吃 就說吃了寶寶會怎麼樣 而且你可能多了你就不想要 他有一個很固定的量 是我最剛好的 我真的覺得 大家把孕婦想的很簡單 其實孕婦沒辦法控制他自己的身體 不是你叫他多吃 或是不要吃 或是多吃什麼的 或是去吃哪一類的東西 他都有辦法控制他 更可怕的是孕婦 他自己都還沒有辦法 這麼了解自己的身體 所以他一直在 在嘗試之中去更了解自己 你很像在跟一個 不是你的你 相處 零肉分離的你知道嗎 跟自己相處了30年 然後突然間 自己的身體就不是自己的那種感覺 你一直說我被外星醫院打架 對 被因而附身 這就是多吃跟少吃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類似 這一類的吃東西就是還有咖啡啊 其實在懷孕前啊 很多人就已經開始說 哦這樣不能喝咖啡喔 所以我們在懷孕前就開始跟大家說 醫生說 是不是可以喝咖啡的 可是其實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懷孕之後 一開始大概在懷孕六週的時候 一個月 快兩個月之前都有待 過後 漸漸就不喝了 量就開始遞減 原本我喝掉一整杯咖啡 還驕傲的說 懷孕真的可以喝咖啡還好啊 然後後來我就說你煮你的 我會繼續吸 確實我會去吸個幾口 到最後就是 你喝你的 我也不會吸 你都不用準備我的就好了 再到後面我會變成對咖啡的味道 有厭惡感 啊真的假的 就是聞最新鮮的咖啡可以 咖啡有一個前中後味 就是最香的時候 到後期的味道我就覺得 沒有到想吐 可是我就知道說我不想喝咖啡 然後到近期有一個新的進展 近期新的進展就是 我在半夢半醒之間的時候 很想喝咖啡 外星人控制力最薄弱的時候 對外星人好不容易沒有在控制我的時候 我好想喝咖啡 我就在想說 我現在是一個午後來一杯咖啡 我好清楚的記得我對咖啡的渴望是什麼 吃一口的那個滿足的感覺 我好久沒有了 我最近很常這樣 然後還想著我起床 如果還可以我要喝一口咖啡 然後一起床就 有點想吐算了 就趕快又拿果汁起來 就是孕婦的身體其實很聰明 她真的會自己去過濾掉 她不要的東西 跟她要的東西 母子同心好不好 我們要相信她們 嗯 妳看起來很可愛 再來是皮蛋 有一隻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懷孕之後特別想吃台灣的料理 我每天都在那邊找 每次開車要開40分鐘才有一間店 就是她想吃 我就想辦法把她弄到 然後我們就有一次 在美國吃皮蛋豆腐 我很生氣她把豆腐全部搗碎 那這不是重點 對這是重點 她豆腐全部搗碎之後 她皮蛋沒切整顆放上去 該睡的不睡 不該睡的睡的感覺 很氣 反正我本來吃皮蛋豆腐 我就是想吃皮蛋 配一點點豆腐 然後反正我就拍了 然後大家說孕婦不要吃皮蛋 然後我都很想說 那個不是孕婦要吃的 大家都很不在乎 就是 懷孕之後大家都只在乎寶寶 不在乎孕婦 也不在乎孕婦的照顧 我們就一起哭好不好 抱在一起哭 我覺得大家真的會這樣 寶寶優先孕婦刺肢 你好像只是一個 骰體而已 對啊我就是 因為有種被利用的感覺 還好我不會這樣對你 我都會說你想吃什麼 然後你更可憐 你更可憐 你要吃什麼也沒人在乎 你可以吃孕婦不能吃的東西 跟大家不在乎 你可以吃麻油雞啊 喝酒啊 可以喝酒可以喝咖啡啊 但我們的頁面 彷彿也不能出現酒 也不能出現咖啡 然後也不能出現麻油雞 每個人都會 被關注 因為這不能吃 因為寶寶現在不能喝酒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就不破了食物 最近頁面東西比較少 是因為我不想要造成孕婦的情緒波動比較大 因為我覺得這會讓我更辛苦 就好不容易把他安頓好 現在很開心很舒適 就讓他這樣就好了 我不要沒事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我們最近那個IG頁面會 會盡量避開一些 會被關切的 對對對 這就是吃的部分 就是大家蠻容易關切 什麼要吃 什麼不要吃 以及不理會這個 其他人的死 對照顧者也有自己想吃的東西 好不好 孕婦有產檢醫師 然後有營養師的幫助 有協助 他的營養是ok的 定期灰症 也會檢查孕婦身體的狀況 所以不用擔心好不好 寶寶現在還很小 他基本上 吃他的營養就好了 再來喔 謝天謝地 沒有人說孕婦不能拿剪刀 孕婦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我們沒有拍到我拿剪刀 這不是我們要講 我們有一次呢 就是分享我們好不容易從美國 他看上了一個 跟愛主題有關的話 他非常喜歡 前一陣子就是我想要把他掛在早上 我們也喬好位子了 因為他那時候很不舒服 處於一個孕吐最劇烈的事情 我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就是起來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我就要去躺著了 各位觀眾我不是直接躺 我會有點這樣子躺 你又要擔心別人 對我們等一下大家又說那個 會餵食道逆流 我知道會餵食道逆流 我會躺一個 肚腹的角度 對 我不會讓他流啊 孕婦就安安靜點休息 我就覺得我空下來了 我空下來的時候 我就想把內心處理 不然畫一直放在地上 我覺得也佔空間 因為我差不多要準備小孩房了 對 要把房間空間清出來 準備小孩房 所以我就把那個畫上上牆掛著 最後只叫他看高低路畫了兩排 你要下面這個還是上面的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去休息 確保最後掛上去的位置是符合 家裡所有人的喜好 但是因為我就發了限動 然後結果有人說 最好家裡不要叮叮子啦 說會 驚擾到胎神 啊叮個叮子 啊 家裡有多少人叮叮子 大家現在都會比較放大檢視孕婦啦 這種關心 但是反而就是會給人家一些壓力 其實以科學的角度來說 孕婦其實沒有任何的限制 因為懷孕不是生病啊 懷孕只是肚子裡孕育下一代 所以原則上 你本來懷孕前在做的所有事都可以 看到這個留言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就是突然間來了很多 小盒子的訊息說 家裡不要有人在叮叮子 大部分人就是只有說不能 並沒有特別仔細說為什麼 當然就是網路上也有文章說 以前會這樣說是 希望孕婦不要太勞動 可以多休息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不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恭喜寶寶 要相信我們其實會比大家更珍惜這個寶寶 我們很了解我們自己自身的狀況 孕婦的狀況 我們也不會逞強 一有什麼問題 我們其實也都會趕快和醫生聯絡 大家就是評估自身的狀態 如果說這東西是孕婦自己本身要掛的話 就是你一定要評估大家是否安全 這些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安全的準備啊 真的要跟大家說 這樣會對孕婦造成很大的困擾 尤其很多人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是有一個印象 有人曾經這樣跟他講過 所以他就這樣跟你說了 其實你把一個難題丟在人家臉上 然後你就會開始花時間 一直去查為什麼不能吃 這是造成孕婦的身心靈的負擔 身邊有人懷孕的話 不要去跟他說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因為他會有他的家人去幫他把關的一部分 他自己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把關了 好來 接下來是跟使用的用品還有活動有關係的 關於照顧者是否太脆弱的那一篇 我講到我對香精味道非常的敏感 但那片裡面我說到我最近可以接受的是玫瑰油 然後他就在擦擦擦擦到現在 終於有一個玫瑰油 對 願意接受了 No 玫瑰油我現在不能接受 最好就是什麼味道都不要有 重點是玫瑰油其實那時候也是我在用 對 照顧者 很癢 我就開始把家裡所有產品全部拿出來 而且那個玫瑰油不是香精 它是天然的 我還是不行 那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在用 你只是聞我身上的味道 你本身也沒有用那個產品 然後就有人說 孕婦不能用玫瑰的東西 醫生也說可以用啊 醫生也說可以用啊 大家說孕婦不要用玫瑰系列的產品 其實沒有差啦 都可以 媽媽可以接受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媽媽本身這個味道都不能接受 幹嘛還要用 照顧者很可憐 搞到自己像個孕婦一樣 我比孕婦還可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兩個女生的婚姻 不要就是看到女生用品 就覺得可能是這個孕婦在用 這裡還有一個 對我還有一個女生在用 對對對 好好好 好來再下一個就是 不要泡湯 因為我們情人節的時候有分享說 原本要去泡湯 這件事情我有特別在問 就直接問醫生 因為這是我們之前沒有問過的 所以我就又問過醫生 醫生說寶寶啊 他在肚子裡面是很安全的 他其實除了什麼 羊水膜啊 毛絨之類的 反正他的隔絕總共有三層 孕婦基本上泡湯 不用擔心會有感染的問題 那醫生也跟我們分享說 以前日本也禁止孕婦泡湯 但是很早很早的時候就把它拿掉了 只有說孕婦泡湯要小心 不要滑倒 套湯本身對孕婦是沒有問題的 那有人可能會說會不會燙到啊 然後醫生說 喔 要燙到媽媽會先燙到啊 我就會被這個笑死 接下來是我剛懷孕的時候 那時候上了一個片 講說我植入了啦 就後來我們的IG可能又提到說 我們去了San Francisco 喔對 去玩 就有人說 孕婦亂跑 這件事情要讓孕婦炸掉 我跟你說孕婦要炸掉 真的是只要一秒鐘 一句話就可以這樣炸掉 請問大家想要孕婦怎麼樣 我也應該要把自己五花大綁在床上 哪裡都不要動 這樣大家會說 不要運動 這樣未來比較好事 快要瘋掉了 到底要孕婦怎麼樣啊 我是覺得大家有點 太擔心寶寶了 我覺得寶寶其實也 可以從媽媽的狀態反映出來 媽媽自己有辦法評估 如果寶寶真的很不舒服 他就會讓媽媽躺好 他根本就動不了 這個問題我們也有問醫生 我還記得Day1 我們去找這個 台灣的醫生的時候 他就說 懷孕不是生病 你可以泡湯 可以出國 什麼都可以做 只有兩件事情不能做 不要 對 不要喝酒 孕婦只有一項禁忌 就是不要喝酒 沒有說一定 多少劑量對小孩會有影響 但是越多的劑量 相對對小孩有影響的機會就會越高 那我們也不知道 你這個孩子 可以接受多少劑量 所以最好是都不要接觸酒 但是你說 然後喝個一兩口 或者是餐裡面有加酒 零食沒有發現 然後突然吃了一口會不會怎樣 我相信是不會怎樣 他其實對於媽媽 他一直很鼓勵 孕婦就是要做自己 不要被大家干測限制到 好像懷了孕之後就沒了自己 真的變成生病 我知道大家都會很想要關心身邊的孕婦啦 我覺得有時候這一類的關心 會讓孕婦造成 比較大的情緒上的波動 就是沒來由 我也沒什麼事可以做 你還不能讓我做這件事 然後你也不跟我說為什麼 這樣很像 小時候突然間被誰限制 你會覺得這樣很無力 就是你如果搬出一個什麼權威性的報導 或者是醫生說的 你可能還會願意乖乖聽話 但你都沒有 聽說就會讓你很生氣 真的關心的話 就是關心孕婦最近身體還好嗎 孕婦有沒有緩解啊 你如果關心媽媽本身 我覺得媽媽反而是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大部分人的狀況就是 有了寶寶沒了媽媽 大家都這樣 就是已經不在乎媽媽 喜歡什麼 想要什麼 只會問說寶寶要什麼 寶寶想怎樣 你要為了寶寶做什麼樣的犧牲 就會覺得媽媽很可憐 可是其實很有趣的是 反而我們的家人 都沒有限制我們任何事情 你有發現嗎 甚至我媽就已經 整個忽略掉我整個運氣 她直接想說 明天過年一定很熱嘛 這支影片當然是也給所有的 懷孕的媽媽們 你們的辛苦我們都懂 說出你們一些些的心聲 還有照顧著的心聲 好了 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大家說掰掰 喵莉說掰掰 王先生啊 掰掰 王先生說掰掰 喵莉說掰掰 掰掰